这段视频让我们大开眼界,牧羊犬捕猎野猪并非为了食物,它们似乎在享受捕猎的过程。 可以想象,如果是一匹狼在六只砍高犬的攻击下,可能坚持不了一分钟。 牧鸣在山上放羊时,忽然注意到自己的牧羊犬正朝对面山坡移动。 其中一只砍高犬似乎在半山腰的树林中发现了什么。 它不停地朝树林狂吠,这立刻引起了牧民的警觉。 难道它的牧羊犬在树林中发现了一匹狼? 然而,牧民的疑惑并未持续太久,因为一道身影从树林中一闪而过,冲出来攻击了它的狗。 原来是一头野猪,幸运的是,狗子反应迅速,及时逃脱了。 遭到攻击的牧羊犬在树林中不断狂吠,终于引来了另外两只砍高犬的支援。 这使得狗子信心大增,它开始挑衅那头躲藏于树林中性情暴躁的猪,不让它逃脱。 令人不解的是,野猪并未选择逃跑,而是似乎对三条牧羊犬不屑一顾。 三只狗与野猪的对峙持续了一会儿,随着另外两只砍高犬的加入,野猪面对的对手变成了五个。 野猪皮操肉厚,其战斗力甚至超过了狼,因此很少有砍高犬能够成功捕获野猪的击部。 也许是因为砍高犬很少与野猪发生冲突,野猪错误地认为它们不会攻击自己,但今天,砍高犬能表现出了异常的坚韧。 它们的目标并非为了食物,而是为了捕获这头野猪。 五只砍高犬热情地对着树林狂吠,其中一只已经对野猪发起了攻击,其余的狗也迅速加入战斗。 尽管野猪设法摆脱了它们的围攻,但它并未通过锁猴来接触战斗,其攻击方式显得有些混乱,但力量强大,加上一对令人生畏的獠牙,很少有掠食者敢于单独挑战它。 然而,这次它选错了对手。 意识到危险后,野猪选择了突围,猛地冲出树林,向山顶奔去。 野猪速度极快,只有当它自己停下来时,砍高犬才有机会追上它。 就在我们以为树林中只有一头野猪时,又有一群野猪从树林中出现,朝着画面左侧移动。 这是猪妈妈带着孩子,让我们对狗们之前的行为感到担忧,因为带着幼崽的野猪战斗力会翻倍,而且它们是一个群体。 但不幸的是,野猪们在树林中分散了,而砍高犬们则表现出了极高的团队协作能力。 尽管它们不适合长距离地快速奔跑,但它们有自己的策略。 在五只砍高犬的围追堵截下,一头落单的野猪被它们盯上了。 这头野猪运气不佳,被一处灌木丛阻挡了去路,稍一犹豫就被追上来的狗群扑倒。 狗群迅速制服了野猪。 五只砍高犬毫不留情地将野猪按在地上,前后夹击撕扯着野猪的身体。 从野猪出现的画面来看,这头猪并不大,但它具备了野猪的所有特征。 短脖子以避免被掠食者咬住厚实的皮肤和大量的皮下脂肪,使得狗群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才能将其带走。 那么,五只砍高犬捕活一头野猪需要多长时间呢? 我们可以看到野猪一直在挣扎,试图逃跑,同时带着五只砍高犬滑下树林,最终出现在一处陡坡上。 这时,第六只砍高犬从山坡上爬了上来,似乎是来凑热闹的。 从牧民提供的画面来看,这处陡坡非常陡峭,从谷底到坡顶的距离超过了一百米。 幸运的是,地面松软,没有狗在与野猪的搏斗中从山上滚下来。 五分钟后,野猪在六只砍高犬的无情攻击下,终于停止了惨叫。 它们搏斗的痕迹在山坡上留下了一条长长的印记,显示了战斗的残酷性。 野猪一直在挣扎,而六只狗则一直在攻击,几乎没有停歇。 从五只砍高犬在灌木丛中扑倒野猪开始,到有狗开始撤退结束,整个过程用了九分钟。 我们也不得不感叹野猪的坚韧,即使在六只砍高犬的攻击下,它仍然坚持了九分钟。 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砍高犬很少选择攻击野猪,因为它们真的太强大了,稍有不慎就可能被野猪的獠牙刺穿。 我们常见的场景是牧羊犬追逐落单的野狼,尽管数量上处于劣势,但那头孤狼仍拼命逃亡。 然而,即使在这种绝境中,牧羊犬们仍旧不放过它,这次激烈的追逐中,野狼的逃亡行为充满了对生命的渴望。 由此可见,当生命受到威胁时,野狼本能地选择求生而非狩猎。 如果情况反转,牧羊犬在狼群的攻击下又会如何表现? 作为人类的忠实伙伴,作为羊群的勇敢守护者,牧羊犬会为了保命而逃走,还是会选择勇敢地与狼群搏斗? 画面中,羊群的一阵不安预示着野狼的入侵。 不久,一只绵羊变成了野狼的猎物。 野狼紧紧咬住绵羊的喉咙,似乎这场猎杀即将结束。 然而,就在这时,一只牧羊犬听到了羊圈的骚动,迅速赶来。 起初,牧羊犬表现得十分英勇,直接向攻击者冲去。 但很快,它遭到了狼群的反击。 随着镜头的切换,我们看到两匹野狼联手围攻。 接着,牧羊犬试图绕到绵羊的后方,似乎在寻找新的攻击路线。 但第三匹野狼迅速介入,将牧羊犬从现场驱赶。 在三匹野狼的联合反击下,牧羊犬从监控画面中消失了。 随后,三匹野狼围绕猎物开始进食。 然而,牧羊犬并未远离,它似乎仍在附近徘徊,试图干扰。 一匹野狼注意到了这一点,立即离开猎物,与牧羊犬展开了搏斗。 将牧羊犬赶走后,野狼返回继续近视。 目睹绵羊被狼群杀害,旁边的牧羊犬却无能为力。 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,牧羊犬同样处于劣势。 最终它选择了撤退,离开了羊圈。 由此可见,即使是忠诚的牧羊犬,在面对狼群的绝对力量时,也会选择保命。 因此,绝对的忠诚可能并不存在,真正的本能是求生。 除非自己成为猎物,否则求生才是动物的本能。 感谢观看! 感谢观看